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本日是時間 歡迎大家回到我攝影獨白 Channel 我出現講攝影文化藝術技術 還講相機的 近來突然間有些東西卡住 變成沒有出片 但相當忙大 今天有件事不出 不吐不快 今早還沒睡醒有人急叫我 即是WhatsApp Call 現在我身在遠方 信號不清不清 他說 五sir 大新聞 什麼 他回答我 香港有個YouTuber 出國際 蛤? 出國際? 這麼嚴重就馬上看什麼事 真的厲害了 終於香港有些 香港的名字 在攝影資料界 即是國際級的攝影網界 爭到一席位 這次真的出了國際 由於這些信號 聽不清什麼出國際 你們知道 假如任你們填 什麼出國際 你們填過什麼字 大家都會填那個數目字 結果這次不是 原來真的出國際 試完 有一個香港品牌的鏡頭 今天真是威水 today 大家在網上看到 大家看到 在網上看到 是我的bookmark 第一個就是 Leica Rumors OK 嘩 厲害 新的 我不懂得讀這個牌子 Noneca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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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懂得讀 Noneca MC35 1.4 Full Frame 一支懷舊鏡頭 給Leica Elon Mung 嘩 都知道 Nikon樣的鏡頭 說明不是Nikon 不是Nikkar的Nikon樣的鏡頭 是給Leica Mung 一間香港公司做的 第二個網 這個Photo Rumors 另一個牌子 就說 check out這支新的 經典的 Noneca non Nikkar 這支MC35 1.4鏡頭 給Nikon Z Sony E 和Leica L 這支有三個Mung 原來 又介紹這支鏡頭 大家看看 這個真是大事報道 真是威水 大事報道 他說 這支消息原來是來自第二個網 我先看看第三個網 第三個網 厲害了 這個網 去哪裏呢 這個網上相片不同 Nikon Rumors OK 這個在15小時前 再早一點報 Just Announced 剛剛宣佈 新鮮熱難 這個是 啊 啊 Altra Lab OK 我真的不懂得讀這個牌子 Noneca 還是Non-Nikkar 我真的不知道 OK 總之 XXMC30mms.4 這些經典的全片幅鏡頭 給Nikon Z-mount OK Design 訓練 1960年 和1980年 這支鏡頭我早前都說了 這支鏡頭 有什麼 原來今天真的 出了國際 真的 OK 三出國際 三個網站 遲些再加四個網站 給他 那就真是出國際 OK 看看網上看這些相片 真是多漂亮 看起來很吸引 OK 我的意思很吸引 就是我想買一部ZF-C 黑色版本 當然如果真的有ZF更加正 有人呢 江湖傳聞 就有人收到資料 或者誤會了 或者真的收到資料 Nikon 將會出一部ZF 整個鏡頭來迎接他 不知道是不是 江湖傳聞 Annie 無論如何 這兩支鏡頭 坦白說 真的 抄得很像 沒有辦法懷舊的東西 真的要像 終於引起國際關注 變成國際事件 很危險 變成國際事件 看起來 F紙 真的 很像 可能有版權問題 但問題 這個紙 已經超出了日本版權年份 但經過我和有關人士談過 他不只是擔心管版權 可能擔心美國版權 美國版權的年份較長 無論如何 這兩支鏡頭的設計 應該是沒有什麼版權 過了 所以就有這樣的款式 這支鏡頭的照片比較漂亮 顏色數目字 35.4 大家可以看到 這支鏡頭的黃色 真的相當吸引 我所說的 這支鏡頭的標誌 確實 但在以前 我想和大家斟酌一下 在以前 這個顏色應該是 多一點點 你會印刷 你會明白 可能有5% 10% 使得它是金魚黃 後來 大概在2000年前 或在90年代 開始轉了 純黃色 即近乎 即MARGENDER 比較少 Anyway 這是設計問題 最早前 這個網站 我不想開它的名字 不想和我買廣告 又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就問人家的紙盒 用什麼顏色好 坦白說 如果你是真的 Nikon牌子 粉絲 當然要它金色 為什麼要它金色 害這間公司 你知道嗎 印金色貴很多 真的 印紙盒的話 肯定是專色 不會四色印刷 是專色 金色也是專色 但金色的專色 是零色貴的 加上你配上 Nikon當年的金色 是更加貴的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出過那本 Nikon相機故事 就是用那隻金色 試了很多晚才做出來的 那種金色加上F字 簡直是超殺吃的 OK 我那本Nikon相機故事 曾經炒到過成千元一本 如果大家手頭有的話 你不要亂買 這本書珍藏 這本書 不要緊 我看看這支鏡頭 在ZLAPC上 真的相當合 我會不會新行買一支 我確實我自己有支 Nikon原裝真正的 35 1.4的 是這個80年代版 即不是現在這個金屬版 即是60年代版 我是那個80年代版 OK 這支鏡頭說明 在中國裝嵌 在香港設計 那我確實 我就說應該是東京的靈感 這個 那 齊整齊了 OK 那這支鏡頭 說真的 無論你用什麼牌子也好 Nike也好 Sony也好 Nikon也好 只是買回這個 Atrun Lab 已經隔離少了兩個字 我看它另外的版本 有香港的字 為什麼不見了 有些照片是有香港的字 為什麼這批照片沒有 那我不肯定有沒有 真的 那 我看回外國版本 是有香港的字 OK 大家看不見到 有一個香港的字 哈哈哈 如果只是 坦白說 作為一個香港的攝影法燒友 攝影愛好者 一支鏡頭印著香港 那你也值得買 是不是 就是 印著香港就要買 這個是支持 是不是 這個 這個 對這個 對這個 自己香港品牌的支持 是不是 OK Anyway 從頭到頭都沒有開 其他行家的名字 OK 對 我純粹講鏡頭 這次真的特別 出了國際 出了國際 要恭喜一下他 OK 最近 其實我真的相當忙 但我這些人是心癢的 我早一陣子 在我Facebook 突然說了一件事 突然我覺得 感懷自己年紀都老了 是不是 年紀老了 很多話要說 只是攝影 說不完 我要說說話 我心癢 特別是有些網友都說 真的 看看你的影片 感覺時代都不同了 時代當然是不同了 不用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時代不同了 是不是 你覺得時代 會不變嗎 時代當然會變 Anyway 由於時代不停地變 有很多話要說 我覺得 我早前 在我的Facebook 說了一件事 我準備開了一個新頻道 什麼頻道呢 是一個 除了相機 除了攝影技術 除了攝影相機的東西 之外 我什麼都想說 這就是我自己開的新頻道 我現在在這個頻道 跟大家說了一件事 我想開一個新頻道 但是 午夜夢回 猛然醒覺 我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不信天命 六十並未已信 所以有很多話要說 除了攝影 會有很多話要說 所以我開了一個新頻道 這個新頻道 現在未有影片 一個未有影片的頻道 大家會否訂閱 在上個就訂閱了 新頻道 名字暫時叫 《慎思明別》 Alex會改的 這是暫時的名字 現在一條片都沒有 一個一條片都沒有的頻道 你會否上個訂閱 是朋友就先訂閱了 在上個 保證不會講相機 保證不會講攝影 保證 保證 講其他任何事 你想聽聽我講相機 攝影意外 上上高 訂我另一個頻道 我本來想在這個頻道 拆播 但我不想搞亂一個攝影頻道 所以我會開一個新頻道 慎思明別 Alex會改名 說到明 希望大家上上高 就是 上上高 訂科龍龍的新頻道 這條片 我們講到這裡 是差不多 Anyway 恭喜這個品牌 出了國際 希望他們能夠賣多些 和香港攝影器材界爭光 Anyway 最近我都知道 這個頻道有一個朋友仔 很辛苦讀碩士 很搞不搞 學人讀碩士 很辛苦 很苦悶 情緒很壓抑 或者很緊張 我準備在我新頻道 都會講一下音樂 為了大家聽音樂 輕鬆讀書的緊張情緒 我首先在頻道尾送一首歌 給這位朋友聽 這首歌 真的值得聽 因為在新頻道 我一定會介紹一些 我人生的經驗 所謂的經歷 不是經歷 不是經驗 人生的經驗 是一般的 人生的經歷 或者過去的 喜好 和大家分享 音樂是其中一個 我人生很重要的 陪著我成長 我會介紹大家聽 Simon Garfunkel Simon Garfunkel 有什麼好聽呢 耳熟能牆 那些什麼 Sang of Silent 那些 Scarnaval Fair 聽都熟透了 Boxer 都熟透了 我會介紹一首歌 給這位 讀碩士的朋友聽 這首歌 真的相當舒情 能夠舒緩她的精神 這首歌叫做 For Emily Whenever I May Find Her 這是現場版本 真的不好意思 其實我現場的電視機 都在聽一些 音樂在後面做背景音樂 可能搭了聲 但不要緊 大家想聽這首 For Emily Whenever I May Find Her 相當舒情的歌 就送給這位讀碩士的朋友聽 有空找Emily 你就會舒緩一點 OK 分享到此為止 OK 另外 今天天氣 由藍藍的到黑曬了 後面還有電視機開了 為甚麼呢 因為最近有朋友留言告訴我 喂 你這傢伙在黑臉 裡面只有一個頭 不斷吹 我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你想開燈 我就開一盞藍燈 今天開了電視機 後面有些藍色的天空 不會黑臉 不要緊 我會遷就大家的興趣 OK 畫面上都買到我 推薦的攝影書 不學就無術 所有人都要讀射士 不學就無術 他知道了 他不是說他 不學無術 就讀書 就好 畫面上都買到我推薦的 台灣出版的 正體中文攝影書 這批書就是相當正的 是一些英文、日文、翻譯的書 我主要推薦這些翻譯書 台灣書都有 本土的書都有些好的 我都有推薦 但主要都是一些翻譯書 在上班這批書 相當值得大家收藏、學習 買三本就包運費 我的價錢是考慮運費的 台灣運費到香港相當昂貴 但我的價錢是包運費在裡面的 買三本就包運費給你 最近都有一本正書相當正的 都不是正書 有一批相當正的攝影收藏品 有一個是深山大道的親筆簽名的 一套 寶麗來Size的相片集 每張照片都有簽名 當然說的就不是親筆簽名 這個Petking就是親筆簽名 Petking是親筆簽名 全球一千度 我有五套在手 已經賣光了 第二批另外有五套 就應該回來 如果現在訂的話 都寧願說到 應該訂完這批就不會有的了 好嗎? 想珍藏深山大道的親筆簽名作品 就可以賣到 另外我也是找到一套六張 六張是何凡前輩的最精彩的作品 它是一個Portfolio 這批相片是一個相當經典的手工的製作相 工藝做出來的 不是我們一般的放大機放大 也不是柯色人 只是一種藝術家很古典的一種方法做 能夠很有效地重現的層次 一種紙紙 質感的一種做相技術 另外 我買到我推薦的 卡爾西斯賽斯鏡頭紙 一合二百張紙 賣二百元 德國配方 不是德國製作的 先說明一下 但它是很棒的去油配方 你的相機鏡頭 你的Viewfinder或者鏡頭 或者你的眼鏡 無端端都可能會有些油漬 手指震之類的 你要清除的話 你真的廢殺私糧 不要搞什麼鏡頭水 高濃度酒精 衣打之類的 最簡單就是撕一張鏡頭紙 二百元 不是 二百元就是二百張 即是一元一張 一元一張的話 你在香港今時今日 一元開做什麼 打巴士最便宜的兩元 拿到魂卡那些 所以抵到爛 一合二百張 如果你買三合的話 送一條爬山星相機帶 三合六百張很難用 當然不是 你抹眼鏡每天抹一張 你一年都用了三百多張 家裡兩個人的話 你六百多張 所以絕對用得到 千萬不要像以前那樣 有些人用 塞斯金牛仔是省著來用的 很難才用一張 說的是以前 賣六七元一張的時代 現在賣一元一張 那你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是放膽去用 OK 分享到此為止 再見 走開 要在閉嘴裡 才能開放 帶小哇 小文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